本期视频主题,短短一局比赛三次K球,平俊辉对贴裤球的处理堪称大失级。 平俊辉在拿到单杆41分后,白球走位失误,只能选择防守。 不过这杆防守的质量很高,左侧虽然有一颗红球可以支持白球回去的线路, 但要考虑避开黑球的同时,还要避开底裤最左侧的红球就会比较困难。 最终老将奥布莱恩在防守时还是出现了问题,给丁俊辉留下了进攻机会。 从现在台面上我们可以看到,边裤底裤分别有两颗红球相邻,并且贴近裤边。 如何处理这两堆红球是本局最大的难点,同时也是最大亮点。 可能有些小伙伴不太明白,平时看到的比赛都是显示球员,为何这次显示的是国家名称? 其实这是斯诺克世界杯,并且这一届比赛在无锡举办。 作为东道主,我们可以一次派出两支队伍参赛。 中国A队由丁俊辉和梁文博组成,最终他们两人在决赛中击败特鲁木铺率领的英格兰队,成功夺冠。 请不吝点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由于角度太大,丁俊辉选择了一条非常规线路,同观众的呼声我们就能感受到这个配球的精彩程度。 虽然是在超分情况下完成的,但这样一条线路确实可以算得上是神来之笔。 凭借着几次精彩K球,丁俊辉拿到了刚刚78分,与梁文博直接临奉了北爱尔兰队。 请不吝点赛 谢谢观看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看台球的冯凤 各位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